這個檔案怎麼樣 被關閉的時候 儲存起來 好假設我關起來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只剩下原來這個檔的時候 你再去開他的visual basic 你會發現怎麼樣 完全沒有東西了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執行 就沒得執行 所以如果你做了按鈕按下去 奇怪 像之前就有同學突然問我這個問題 老師為什麼我本來可以的 後來按下去就沒有了 那我再猜想 應該這個可能性還蠻大的 因為你同時開了很多個檔 然後你可能你把你的程序 寫在另外一個檔案 然後呢 你這個檔案的程序就不見了 這個之後就連不起來了 所以這個VBA的管理也很重要 你不要放錯位置了 這個也是常常發生的 那當然我是不知道說為什麼 後來我大概想應該有可能是這種狀況 所以如果你們有遇過這種情況的時候 特別注意你稍微把這個VBA project 這個地方把它展開一下 確認一下你再貼 所以這部分就要重貼了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時候再把那個兩個程序貼上 那這樣來WALK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是比較簡單 直接怎麼樣 把它剛剛的公式輸出到這邊來 那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輸出公式 而是要用那個什麼VBA 就是說我的邏輯這樣 我希望去比對 那我這個工作表 的這個 去跟 這個比一下 那比什麼呢 比從頭比到尾 如果有 找到 王慶路 就把它的B欄 的資料 寫到這邊來 把這個時數加起來 那這個寫法其實 有點難度 因為我想想看 應該已經可能超過各位的負荷了 所以 我有寫好的 我先大概把我寫好的邏輯告訴各位 你們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去想想看 然後 我把它放在底下 在最下面這邊 這邊也叫研習時數 那我分成單次跟多次 為什麼 因為單次指的是單一個工作表 多次是指多個工作表 寫完之後 我長得像這樣子 Ctrl C 一下 然後 再把它 貼到我們那個 Visual Basics 個越南 試一下 這邊把它清除 那跑的話 基本上跑完應該就是也是一樣 跑過來 沒有問題 但是 城市 非常的隆長 大概做哪些 這些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難度 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一個回圈 兩個回圈 三個回圈 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因為之前前面頂多我們是兩個回圈 那這邊的話要多一個回圈 那首先的話 第一行指的是什麼 就是把這裡面清空 因為如果有舊資料就清空 這應該沒問題吧 Clear Contents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再來的話就是回圈 那這個回圈指的是後面兩個工作表 那所以我用S來代替 從第二個到其實這個就是三 那三其實當然我這邊為什麼寫蓄著點抗 因為我將來如果不知道總共會有幾個 我可以用蓄著點抗 就是說這個工作表總共有幾個 假如一百個它回來就一百個 所以它會一直跑二到一百 就是說如果你的工作表數量非常多的話 可以用蓄著點抗來表示 那再來的話第二個for是什麼 第二個for指的是這一個 I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這個I指的是第一個工作表的第二個 指的就是這一列的這個人 到最後一個所以它自動會往下抓 所以它會怎麼做呢 先抓王庆路過來 那第三個for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就是其他的工作表 那其他工作表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會從第幾列開始 從第三列 所以呢我這邊多一個J 這個J的話指的就是